哎 前面怎么有这么多僵尸啊 奶糖 来不及解释了 僵尸又来攻打地球了 你快去种植物消灭它们 什么 这些可恶的僵尸 这次我一定要它们有来误会 糟糕 这输的也太多了 尽管我一己之力是不可能难住它们的 我得去兑换更天下的植物来打败它们 兑换植物需要阳光 还好我种了一些香热葵 先兑换七个可以解移术的寒冰射手 奶糖 僵尸可是非常多的 寒冰射手虽然可以减移术 但是伤害不高 根本燃不住僵尸的 没事 前面的僵尸都很弱的 七个寒冰射手打败这些僵尸 绰绰有余 你看 这些僵尸被我的寒冰射手减速到 根本动不了 妈呀 僵尸怎么越来越多了 那是因为你上一波的僵尸还没有消灭 下一波又出来了 这下是难上加难 原来是这样 之前我一味地追求减速 导致植物们根本没有攻击力 都怪我了 不弟 这下怎么办呀 这么多僵尸 我们的家园马上就要被破坏了 现在就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你把收集的阳光 升级成黑暗阳光 就可以兑换魔术菇了 魔术菇有什么用啊 它可以瞬间击败全途的敌人 全途的敌人 真的假的 你试试就知道了 哇塞 僵尸瞬间消失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只要一个黑暗阳光就能合成 我们有这么多阳光可以一直兑换 僵尸们都给我狗带吧 呵呵 僵尸刚出来就没了 这也太爽了 那趟 魔术菇也不是万能的 你现在把阳光都兑换成魔术菇 等下有强大的僵尸 你根本消灭不了 有道理 一直依靠外力是不行的 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僵尸 变强第一步 那当然是中向日葵了 只要有向日葵 我们就能无限深深阳光 有了无限阳光 我们就能一直兑换强大的植物 就算有再多的伤生 我们也不怕 先把前面的豌豆铲掉 然后去收集阳光 兑换最强植物 玉米加龙炮 堵在门口 再加上寒冰射手的减速 这组合减之无敌 诶 我的寒冰射手怎么没了 再去兑换几个 哦 我知道了 原来是玉米加龙炮的威力太大了 把旁边的植物都炸没了 那我再兑换一个武装机枪碗豆 和玉米加龙炮强枪联合 这不是无敌的嘛 乃桃 有僵尸偷家 快去阻止他 什么 是僵王博士 可恶的僵尸打不赢 竟然搞偷袭 那我只好兑换神器来教训你们了 这么多僵尸 兑换哪把好呢 修罗狂战 一枪了一个僵尸 无论你是什么僵尸 都得死 这也太霸气了 就绝对是你了 这些僵尸直接被我挡在门口 叫你们嚣张 还敢攻打地球 小伙伴们 你们说植物都在僵尸里面 是植物比较厉害 还是僵尸比较厉害呢